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与罗安苏请来的嘉宾有捧着一首歌 《那些年红片》整个华人世界的 整个迷迈你听不懂? 怎么演的? 他是谁呢? 他是武汉的 欢迎 你好 Welcome to Hong Kong 其实你唱《那些年红片》这首歌曲 《红片》整个亚洲还有宇宙 那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没有想过 他会被那么多人听到 所以我觉得唱起来 也很像是在上学的时候那种画面 那自己有没有想到上学的时候? 当然 你喜欢一个女生你不敢跟她说 你不敢告诉她 你不敢去跟她说话 甚至你连叫她名字都不敢 那种就跟电影里面一样 可能我要去叫你 我会拿笔去戳你一下 你其实有过人的经验了? 有喜欢过 有追过女生 有写过情书了 但是 你在里面写什么? 就写我喜欢你啊 那么直接啊? 那不然写什么呢? 一首歌啊 歌词啊 当时没有这么写 写一些暧昧的那种 那种字在里面吧 不叫暧昧吧 就是说 我忘记内容是什么 但是大概是说 呃 就是 一些感觉吧 然后我喜欢你 这样 应该是这样 那最后哪个女生有没有接受你 最后没有成功 成功? 没有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当时她写 好像约她去看电影 对不对?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跟你很熟吗? 同学 同学 那个女孩是我追的 没有没有可能 没可能 最开始是这样嘛 我约她出来她答应了 她说好啊 那周末我们一起出来看电影 虾虾我们去看电影 我就很紧张 你知道吗 就是我 我不敢一个人去 我怕去了之后 那说什么 要怎么办 我完全就不懂嘛 对对对 叫四个男生陪我一起一起去 我说那这样我可以 壮胆 可能会能够 让大家都很快的 就是玩在一起 话会很多 对对对对 后来就不是这样啊 但是去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 我们五个男生在 在玩在聊 然后 就感觉是分开的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一天 也没有跟她说话 她也没有跟我说话 后来就 不理我了 哎呀 现在什么女孩子 也喜欢跟她一起去看哪些年啊 对一定啊 听她听到你唱歌也 就就 可以了 就就答应了 我觉得在 在唱那首歌的时候 在唱那些年 包括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多画面是 你在上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被自己的歌心感动 看电影的时候 我其实是 我其实没有想过那一方面 我其实没有想过那方面 我是觉得很紧张 就是吗 不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紧张 但是你就会觉得很 其实你经过自己唱歌啊 对啊 应该不会吧 还是会很不好意思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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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